最特别的女人是什么样的? 不是那些纯真爱幻想的十六七岁的少女 不是那些温温尔雅的二十几岁的女孩 也不是那些如狼似虎的三十几的女人 而是有着特殊味道的 有着独特韵味的 有着一番精力的年近四十岁的女人 女人也有这样评价的 二十岁的女人是足球 二十个人拼命争抢 三十岁的女人是篮球 十个人来回是很强 那么四十岁的女人是什么呢? 有人说女人四十风情万种 四十岁的女人就如一首经典的老歌 岁月的红尘锁不住她们的魅力 四十岁的女人一直以到小桥流水的风景 流淌自然没有半点的做作扭捏与虚伪 当女人到了四十岁 世俗的眼光就会成豆腐渣的时候 那不是女人的错 是豆腐渣眼光的错 只有四十岁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 只有经历过中年的女人 才能浑身散发着一种云淡风轻的 自信与沉稳 她们把凡事看在眼里 懂在心里 有种柴下眉头 却上心头的美感 有些女人的睿智与成熟 常常让男人感觉到安逸的气息 四十岁的女人在对待男人关系方面 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 亲密间带着一点点的距离 她们十分擅长用自己举手投足的气质 去吸引男人 而不是像小女生那样的腻子 缠着 有的时候甚至无理取闹 四十岁的女人 事业有所成就 经济独立 拥有自己的社会地位 无需靠其他的力量辅助自己 完成自己的目标 会穿衣打扮 会讨好男人 看到男人就知道 他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女人 就可以在形体姿态打扮上改变 就能更好地获得这个男人的喜欢 四十岁的女人就有很多的阅历 经历了很多事 看到过很多人 这样的女人 男人才觉得会有味道 只有这样的女人 才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去打扮自己 四十岁的女人 就是上有老下有小 老的不用管 小的不用问 已经出去上学了 她有更多的闲暇的时间 四十岁的女人 如一幅国画 让你欣赏那唯美的朦胧 如一本农村的小说 让你不能释怀 刚刚那一潭成年的老酒 让你一醉不醒 其实四十岁的女人 不需要农妆艳魔 也不需要穿着特别奇怪 只需要把岁月的沉淀和阅历 日月赋予的灵性展现出来 就会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一种特别的味道 四十多岁的女人 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 每份经历都是一次真实的写生 每一次挫折都有一段收获 每一次难过都有一段痛楚 岁月是她们经历了很多 收获了许多 也正是因为这些 注定了四十多岁的女人 有独特的味道 她那种味道 是慢慢沉淀出来的 所谓十年磨一剑 四十岁的女人 经历过恋爱 婚姻 家庭的洗礼和滋润 她们的眉角 可能有些皱纹 但不会像十六七岁那样羞涩 像二三十来岁那样清纯 她们尽管腰身渐渐的变形 但那红圆的曲线 在不经意间 仍能善发出四十岁女人特有的性感和嫩媚 四十岁的时候 虽然青春已接近尾声 但是她们拥有了成熟女人独特的魅力 事业稳定 无需再耗费更多的时间去打理 四十岁的女人是真正的女人 最美的女人 四十岁的女人才明白分寸和爱人之间得心应手的把握 更懂得男人的空间和女人的一样 需要放飞的时空 四十岁的女人月人无素 生活独立 精神自由 她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还有她现在已经过了什么样的生活 她缺少了是什么 眼界开阔 心态平稳 懂得了人生的真谛 知道什么该争取 什么该放下 因此可以更好地处理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也知道了 婚姻对于人生的意义 岁月无尽好 只是见黄昏 四十岁的女人可以为自己活一把